刀狼在1991年写下的一首歌 歌名叫《孩子他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刀狼的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前妻 当时刀狼的前妻抛下他和刚出生的孩子不辞而别 刀狼在极度的歌曲 如今的刀狼和现任妻子恩爱有加 成双成对 而在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刀狼的前妻 刀狼的前妻叫杨娜 杨娜是一名舞蹈演员 本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 却在机缘巧合下相识了 年轻时的刀狼因为一场意外 开始带着自己的音乐梦浪迹天涯 在离开之前 他给自己的父母留下了一张字条 在纸条上刀狼告诉他的父母 我要去追寻我的音乐梦想了 你们不用找我 刀狼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了父母 却想不到多年后会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来与他告别 用一句歌词来形容那时的刀狼也许非常合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 如今你四海为家 年少的刀狼除了会唱歌之外 一无所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饭店服务员 搬运工等等 只要能挣钱他都干 但是这些只是让他生存下去 不能让他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为了学习音乐技巧 16岁的他到歌舞厅里做服务员 这果然让他学到了不少音乐技巧 而且天赋异禀的他没用多长时间 就将乐器也给学了个七七八八 在这里刀狼还认识了很多同样喜欢音乐的朋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 有时还会一起高歌一曲 后来他们一起组建了乐队 刀狼还给乐队取了个名字叫手术刀 可是好景不长 因为资金短缺 没有观众等各种原因 他们的乐队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就解散了 大家也都各奔东西 就在乐队解散之后 刀狼碰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娜 在嫁给刀狼之前杨娜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两个人在歌舞厅认识 那时的杨娜生活条件很好 而且他身材苗条 长相也非常甜美 因此追求的他的人有很多 而刀狼只是其中一个 还不怎么显眼 然而刀狼出现的时间却恰到好处 那时的杨娜刚离婚 脆弱的时候 常常一个人到酒吧买醉 刀狼的出现温暖了他受伤的心灵 让他又一次感受到爱情的温暖 两个人慢慢地都对彼此有了好感 在旁人的眼里 他们已经是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侣 然而对于他们本人来说 还差最后的一层窗户只没有捅破 在刀狼20岁生日的时候 他邀请杨娜参加他的生日会 当杨娜赶到的时候 发现刀狼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在那个晚上刀狼对他深情告白 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刀狼父母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他们瞧不上杨娜 毕竟他已经离过一次婚 却对他爱的死去活来 面对父母的阻止也不放弃 而且这个时候的杨娜已经怀孕了 没有办法 刀狼的父母只能同意他们的婚事 不久后 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刚结婚的两人过得十分幸福 可是时间长了问题也就出来了 结婚后的刀狼依旧在坚持他的音乐梦 但是始终郁郁不得志 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 他很快就被杨娜嫌弃 杨娜曾经劝刀狼转行 但是刀狼依旧在苦苦坚持他的梦想 追逐梦想的刀狼并没有发现 妻子已经对他心灰意冷 杨娜过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 而刀狼不能给他想要的生活 但是奈何他怀着孩子没有办法离开 心思各异的两个人过起了同床异梦的生活 1991年 杨娜为刀狼生下了女儿罗天 看着女儿的到来 刀狼沉浸在幸福之中 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妻子的一样 当刀狼计划着怎样改变家庭的生活水平 让杨娜和女儿过上好日子的时候 杨娜已经计划着离开 在他们女儿出生40天的时候 这一天凌晨 杨娜看着熟睡的刀狼和女儿义无反顾地走了 当刀狼醒来的时候 只看到杨娜留给她的一张字条 对不起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我走了 别找我 你也找不到 刀狼看着上在墙堡中的女儿 她哭了 她寄希望于杨娜能回心转意 常常带着女儿在门口等她回来 等来的却是日复一日的失望 在女儿出生两年后 刀狼再一次背上了行囊 开始了她的流浪歌手之路 去远方追寻她内心的安宁 也是这一次流浪 让她遇到了那个真正值得呵护的人 那就是朱梅 如果杨娜得知刀狼之后会爆火 她还会选择离开吗 刀狼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回报 2002年她触景生情 写下了 2002年的第一场雪 为了让这个作品更完美 刀狼前前后后改了整整两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4年当这首歌跟随专辑发布的时候 爆红了 这张专辑的销量大概有千万张 刀狼因此接到了很多商演 演唱会也开始筹备 曾经拮据的生活一去不返 他们也在大别墅 之后 刀狼趁热打铁 又推出了 《西海情歌》等一系列歌曲 人气越来越旺 钱也越赚越多 此时一位许久不见的人找到了她 事实证明 杨娜的确后悔了 就在刀狼拼命赶通告的某一天 坐在电视机前百无聊赖的杨娜 突然发现电视里唱歌的那个人 不正是自己当年无比嫌弃的前夫吗 如今她 而且还做了歌星 一定能赚很多钱 如果刀狼能念及旧情与她重归于好的话 那她岂不是可以直接做扩胎 杨内斯来想去 决定和现任老公离婚 她也不知道刀狼此时有没有欺世 就算有 她也有把握能让刀狼回心转意 毕竟当年她离开的时候 刀狼是那么悲痛欲绝地挽回 不过杨娜还是留了心眼 她怕直接找到刀狼求妇和泰唐突 于是她想起了那个许多年 都没有管过问过的女儿 据说几经周折 杨娜得到了刀狼的联系方式 她打电话问刀狼 去看看他们的女儿 可杨娜没有想想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不关心女儿 此时的关心该有多么唐突可笑 果不其然刀狼直接拒绝了她 因为刀狼知道 她能有如今的成绩 除了自己付出了努力之外 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妻子朱梅 所以会给朱梅添堵的人 她不会见 杨娜打得一手好算盘 殊不知此时的刀狼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 更不会因为她的离开 再痛哭流涕了 刀狼的事业之路是坎坷的 但这并不仅仅是她自己造成的 毕竟两段婚姻 杨娜的出现让她对自己的事业 信心满满 她也对自身产生了怀疑 事业也一度低迷 之后朱梅成为了刀狼的救赎 带她走向了辉煌 朱梅的温柔真诚成就了刀狼的事业和人生 与她相比杨娜是狭隘自私的 她只贪图钱财 所以把刚满月的孩子抛下 离开了无比爱她的刀狼 而刀狼走红富裕之后 爱慕虚荣的杨娜又想回来过好日子 不过好在刀狼并不糊涂 她清楚知道杨娜的目的 她也明白多年来朱梅的辛苦 所以才会毅然决然地与杨娜划清界限 或许如今杨娜已经追悔莫及 只是她后悔的是 没能与刀狼共富裕 现在看来 刀狼那首歌也算是送给杨娜的 毕竟当年草率离婚 之后求富和魏果就是对她冲动的惩罚 在之后的几年里 刀狼创作了很多歌曲专辑 如披着羊皮的狼 红色经典的 她还创作了杂剧音乐剧《隔壁儿女》 还为自己的学生专门创作了很多歌曲 2011年的时候 刀狼还举办了自己的个人巡演会 虽然她离开舞台多年 但是喜欢她的粉丝还有很多 她的演唱会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甚至还去美国举办了演唱会 在2012年 刀狼参加了央视的专访之后 又一次隐退了 之后的日子里 虽然还能听到她的歌声 但已经很难听到她的身影了 如今的刀狼和朱梅结婚已经有25年 非常恩爱 刀狼还常说朱梅是她命中的贵人 没有朱梅就没有她的今天 确实朱梅一直陪伴着刀狼 不管她是贫穷还是富有 她始终没有抛弃她 一如既往地爱着她 而且她们的大女儿也已经结婚成家 小女儿也学业有成 刀狼可以说是人生的大赢家了 她常说自己最成功的的不是音乐事业 是拥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温馨的家 相比生活幸福的刀狼 她的前妻据说过的必比较凄惨 至今依旧是单身一人 回顾刀狼的前半生 有过困苦 有过欢乐 有过非议 但是她都坦然面对 一心一意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人只有坚定自己的原则 才能获得常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 最后祝刀狼和猪梅长长久久 幸福安康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 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